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过一段嘈杂的施工之后 拆除为壁 校门的内侧出现了一段并不算长 但却非常漂亮的风雨长廊 有了这样一座长廊 应可挡雨 请可遮阳 家长们自可安然暂歇 静待孩子下课放学 之此 让我们不得不叹服主侍者律世之戏 可若事情仅止于此 叹服之外 似乎也不会牵扯起太多的思绪 一日 郎上赫然悬起一块精致漂亮的牌匾 上述 明恩郎 这三个字 恰如三地诸玉落入星海 一下子溅起无尽的浪华 孩子再大 似乎永远也走不出父母牵挂关切的路过 于是 尽管在职场中奔波太久 脚步已显疲惫 家长们依然提上一壶暖暖的汤水来到学校 静候辛苦求学的孩子下课放学 于是 只要是下课或者放学 在这个不算太长的校门风雨长廊里 总可以看到一对的父子 一对的奴女一一棒而坐 整日埋头于书海的学子们 在父母慈爱的目光中 饮完味美异能的汤水 吃完喷香无比的饭菜 亦或老老实实地吃下 因身体欠佳而必须按时服用的药物 只是在生活的蜜罐中泡大的孩子们 已经很难真正体悟到这种来自父辈的恩情 更多的视之为土土与平常 心安理的享用之外 或许已是一无所思 悬于廊下的这块牌面 显然是在时时提醒同学们 要牢记父辈的养育之恩 补育之情 主事者时刻不忘学校乃育人之所的精神 着实让人佩服 作为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一分子 我们整个日都在忙碌 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样一个供家长和学生使用的风雨长浪 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可乍一停下来去匆匆地讲究 驻足凝望 似乎已总能获得思想上的奇迹 在这样一个略显浮躁而喧嚣的时代 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 都专注于各自的教学 这块一五三分体 精心耕耘 差不多从知识上把学生换到的牙齿 以便让他们适应各种各样的 名不妨多的考试与竞赛 可扪心自问 我们到底花了多少心思 关注过学生的情商得商 当学生连父母的生日 都说不出来的时候 当学生连今天是老师的节日 都不太关心的时候 当有同学因应住院 而同班却少有人想起 要去看望一下的时候 除了感叹现在的孩子冷漠自私 难道我们自身就没有责任吗 学校乃育人之所 一草淋漠皆有教的花之力 作为教师 自然更需时时记起 肩负的育人之子 承愿在些长廊下的人 自此再无风雨 更远凝望长廊的人 自此心头永无名利的风风雨雨 时刻不忘陪财与育人并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